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这几天午后都出现短暂大雨 大雨过后天际间常常可见彩虹美景 吸引许多民众拍照颇网留恋 但是有民众疑似为了拍摄彩虹 竟然直接把车子停在中头公路的外车车道上 也是有人突然犯骂速度 让其他拥路人觉得相当危险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 这样的行为将处600元的罚还 无垠天际之中 一抹彩虹用完美的弧线划过天际 七彩颜色为南投雨后的天空添加浪漫氛围 不管是从中兴新村 还是从住家外 操场中又或者远从彰化 台中望向远方的南投 这彩虹美得叫人秉析 我看大家都PO然后还有什么双道彩虹这样子 然后还有人说什么哇彩虹就在我家门口 然后就拍然后就放 然后就放上去然后大家就洗白 然后放到什么地区新的社团上面也是很多人 然后就一直点赞 然后大家问说我哪边拍 大家都PO一些双道彩虹 很漂亮啊 下雨之后 大家都觉得这样太阳有下完之后 彩虹非常漂亮 每个人都一直在发到这个讯息 大家都想看到底是在哪里 可以拍到这样漂亮的情景 彩虹的美叫人秉析 路人停下脚步 但却没有想到 竟然有开车的驾驶在中头公路上 疑似也为了拍摄彩虹 停在外侧车道上 就在路过民众觉得很危险时 还看到有另外两辆车也突然慢速行驶 若没有专心驾驶 车祸意外恐怕一触即发 我觉得很危险 因为我觉得彩虹虹虹很漂亮 可是不需要就是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因为快速道路毕竟那个是 不能就是这样随意停车 我觉得旁边的车速很快 这样子其实不只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然后别人其实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下雨天路线会不严 所以就是我开车的人 我就会很担心我会撞到他 如果我反应不及的话 如果车速也很快 我不知道他会先跟后面开车的人 都会很危险 如果我是开车的人可能不会 可是我是乘客我可能会 开车的人还是要专心在驾驶的部分 交通队表示 突然在公路上临时停车 是可以依法开罚的 最高是600元 虽然罚金看似不高 但重点就是希望大家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别为了美景 让人不必要的灾害